国宝100 渐渐精彩 今儿讲的这件国宝呢 大家都熟悉 它叫同奔马 这是它现在标准的名字 过去它还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名字 叫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大家都知道啊 这不是中国旅游的标志吗 这名字从1971年一直叫到了2018年 叫了快半个世纪了 怎么突然改口了 那这名字谁起的呢 据说1971年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木若去甘肃省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对这件器物特别感兴趣 陪同他的工作人员就问 说我们管他叫马踏飞燕 您觉得合适吗 郭木若听了以后说这名字起的好 为什么这名字起的好呢 因为这名字特别文学 可现在突然觉得这名字不好了 改了 文学改科学 科学讲究严谨 不讲情面 2018年6月5日 甘肃省文物局新闻发布 有关专家一致坚持用同奔马这个名字 说这名字科学准确规范 这科学规范可以 但它不准确 那鸟呢 那鸟哪去了 有人在乎过那鸟的感受吗 蹄子下面有个鸟 它确实不是燕子 这燕子的标志清晰是尾巴分叉 这鸟的尾巴不分叉 平切 挺直有力 看着不怎么灵活 东汉有个文学家叫曾衡 他写过东京副 东京副有这么两句 叫龙雀攀弯 天马半汉 这什么意思 龙雀盘旋着飞翔 天马肆意驰骋 那龙雀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鹰损 所以有人就觉得 它不叫马踏飞燕可以 但也应该叫马超龙雀 或者马踏龙雀 但这名字 还有人认为不够科学 你们要知道 科学的表达 多数的效果 比不上文学表达 那这铜奔马 是在哪发现的呢 是在甘肃武威 汉武帝时期 在河西走廊一次设了四个郡县 史称河西四郡 你听见他这名字啊 都非常的文学 他一次是五威 张业 九泉 敦煌 五威 张显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 张业张开毕业 打通西域 九泉 恶守河西走廊要塞 泉水若酒啊 宰歌宰武 敦煌 抵达终点 敦厚辉煌 你们想想啊 五威 张业 九泉 敦煌 一路走来 就能看出西汉的大气象 我们说回这文物 这文物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是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末 当时全中国每一个城市 都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叫 备战 备荒 为人民 备战要干嘛呢 就是挖防空洞 我所住的北京底下啊 都挖空了 这种防空洞叫人防公式 1969年9月初 五威的新仙公社 新仙大队 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新仙乡 新仙村 这名字还真不是编的啊 人家就叫这名 这村的农民呢 在一处黄土高台上开始挖地道 挖到十多米深的时候就挖出了一段青砖墙 这农民就以为挖到了擂台的内部 这擂台呢 就是用土夯起来的高台 它有多大呢 大概有足球场那么大 高度 8米5 相当于三层楼那么高 这种高台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建筑形式 土台为基础 在上面层层建屋 工程巨大 历史上自战国到魏晋时期 特别盛行 铸造这种高台 杜牧的名句 东风不与周廊变 同却春深锁二桥 如果曹操胜了 这大桥小桥就关锁在这铜雀台上 你想想 三层楼那么高 地儿足球场那么大 四边栏个栏杆都没有 再盖上点房子 你就在上面待着吧 跑都没地儿跑去 这个擂台呢 应该是后来的名 当初叫什么我们不清楚 没准就叫龙雀台 他从明朝开始挪作他用了 老百姓在高台上供奉雷神 所以顺嘴就把他叫雷台了 看见了这青砖墙 急稿头下去轰隆一声 这青砖墙就凿出了一个大洞 顿时 阴寒的气味扑面而来 大家都好奇的 打手电话里看 说这一看就害怕了 这里头可全是妖怪 正奔着洞口来呢 在场的农民 谁见过这阵势一个个都吓得不清 过去的人 比今天的人迷信 动土的事都小心谨慎 不像现在的人 大大 一科学就不迷信 胆子就特别大 俗话说 好奇害死猫 但人呢 是什么事都想探出个究竟 等会儿呢 大家心情都平复了 就鼓着勇气呢 往里看 这一看呢 里头不是啥妖怪 全是铜车 铜马 铜人 旁边还有棺木 就在大家都没闹明白的时候呢 生产队长就组织大家说 跳进去把里头铜人 铜马 铜车 全都装进麻袋 用架子车 给我拉到库房里 封存起来 你们要问了 为什么只拉铜的呢 原因很简单 这铜好卖钱 其他东西没人要 当时铜很值钱 我小时候三块钱一斤 这队长就千叮宁万嘱咐 说这点事千万不能外传 你们嘴都给我沿着点 中国这事特别有意思 什么事越不让外传 什么事就传得越快 这事只要你跟一个人说了 就等于跟所有人说了 所以这事就很快的就传不下 雷台发现古墓的消息传开了 当时县里管文化的干部听到这消息 觉得这事可不能小觑啊 赶紧就组织人奔向了雷台 经过现场勘察呢 发现里头还有大量残存的文物 就向领导做了汇报 然后有人就奔了这新鲜公社 你们要知道这青铜器啊 在底下埋长了 它非常的脆 尤其东汉以后的青铜器 含铜量低 又铸造的薄 所以大量的码头码蹄呢 都有破损 工作人员就上上级做了汇报 甘肃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 就前去五维调查 工作人员进入古墓后呢 经过详细的勘察 明白了这墓葬的结构 这个墓室啊 分前中后三个主墓室 前室左右有两个儿室 中室有右儿室没有左儿室 与其他的墓室相比呢 后室啊显得非常的小 没有左右儿室 汉代儿室设置的很随意 多少不一 就是说汉代墓葬的规制 不那么严谨 所谓儿室啊 就是像耳朵一样的小屋 大量的铜车马和仪仗勇呢 包括这件著名的铜奔马 就陈放在这里 一共多少件呢 99件 差一件 100件 这座墓葬里还有铜灯 铜壶 铜尊 铜熏炉等等 其他各种文物有几百件 铺地铜钱 近三万枚 墓葬在清理过程中 发现了好几处倒洞 这表明什么呢 说明这墓历史上多次被倒过 那盗墓者为啥不拿这青铜车马和仁勇呢 原因很简单 这东西在盗贼面前不值钱 过去玩青铜的行家都玩三代青铜 这是指的商西州战国到西汉 这三代 到了东汉这东西就不入眼了 所以没有人动腾 估计金银器都被人拿走了 任何时代的盗墓者都先拿金银器 因为他立刻能换钱 这批文物啊 中间有一批造型奇特的马 就是后来被甘肃省博物馆 视为镇馆之宝的铜奔马 当时这马除了颜色波罗外 码头上有好几柳 棕毛也掉了 脖子上有好几个洞 马蹄有三个空着 马尾巴也断了 当时就没有人认为这文物重要 所以这马就窝窝囊囊的待在了墙角 这马的造型奇特 加上它很难修复 最后才请到了故宫博物院的青铜修复专家 给修复好 修复好了 这马就不一样了 你看 这一匹一往无前腾空飞驰的骏马 在奔跑的时候 一只马蹄还踩踏着一只飞鸟的背 这飞鸟座回顾状 一个利于美的瞬间 定格为永恒 事情到了1973年 文革最闹腾的动静过去了 这期间 第一个中国对外的大型历史文物展览筹办 本来同奔马并没有入选 但是在法国和英国大使一再要求下 同奔马参展了 同奔马到了法国和英国 一下子就轰动了 博物馆跟前排起了长队 后来到美国展出的时候 同奔马已经成为了巨幅海豹 为什么用马做海豹呢 因为马的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共通的 西方人看马比我们还亲 游牧民族亲马 农耕民族亲牛 所以西方文化对马的感受强烈 从1973年到1975年 两年多的时间内 同奔马满世界跑 巡回展出 大概接待了五百万人次 所以郭文若还写了一首诗 叫四海盛赞同奔马 人人争说金吕衣 金吕衣就是金吕玉衣 我们以后有机会 我们以后有机会也讲给你们 这马在中国人心目中处于六处之首 马牛羊鸡犬史 六处之首是因为马是战争工具 使之就是猪 马在古代征战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汉书中就这样说 马者假兵之本 国之大用 西域产两马 可以补我们过去中原马的速力不足 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从西域引进两马 就是在张谦出使西域期间 在乌孙国 就是今天新疆伊利哈萨克紫治州 获国王赠女的一千匹乌孙两马 汉武帝得知大渊国的马匹更胜一筹 又于公元前126年派张谦第二次出使西域 在大渊国购得两马数十匹 随马带回来的还有什么呢 有木许葡萄石榴等等 铜喷马的塑造是东汉时期的马 理论上是引进这些马的杂交后代 有意思的是 这马同一侧两条腿 同时向一个方向伸出 就是我们俗称的一瞬边 这一姿态 在我们日常所见的马的奔跑中是看不到的 这种步伏有一个专业的术语 叫对侧步 据说大渊马走的就是对侧步 因此有人根据铜奔马显现对侧步的造型认为 铜奔马的原型就是来自西域的大渊马 还有一种说法 说它是汉血宝马 但有人认为铜奔马的外形 不仅显示了大渊马快速稳定的特点 同时也存在着蒙古马的一些特性 比如它的肌肉厚实 身体略显粗壮 这就说明它不是纯种的大渊马 实际上 汉武帝引进两种马以后和本地图马杂交 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马 这件国宝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汉代雕塑水平之高 更重要的是汉代不羁的艺术表达 铜奔马 马踏飞燕 马超龙雀 不管它叫什么 它都是中国汉代最灵动的一匹马 所以它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人走路若顺拐 那它肯定是大家的笑料 马走路顺拐呢 它就是皮豪马